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走了 是 如果今天 不是我过来找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别了 其实很早以前 就有许多话想要跟你说 虽然我们两个相处的这段时间 有吵过闹过 但是我很珍惜 这算是临别增严吗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你会怎么样 我会选择放手 如果我坚决不放呢 这段时间工作室遇到了很多问题 或许换一个环境 或许巴黎可以给我想要的东西 总统你想过没有 你如果想做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 我身边有大把这样的朋友 你告诉我 我可以让他们带你啊 雷宇峥 我们两个的人生轨迹本来就不一样 就像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可能交织到一起去 如果你不想看到我难过 不想我被压垮 请你放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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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放我吧 请你放我лед子 请你放我 我假然不惜 来 不再闪闪了 不想了 再想的话就走不了了 可你真的舍得吗 有什么舍不得的 她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 而我就只有这一个 可爱情是唯一的 小苏 你到底爱不爱了余蓁啊 小苏姐 这些都是雨晨哥送的 还有这些 还有投影仪 还有好多其他的呢 小苏姐 你和雨晨哥为学校 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 现在又在筹备小苏基金会 我是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 基金会 是啊 基金会的人说了 他们会再招募一批志愿者 然后再筹集更多的善款 来帮助岛上的孩子们 明年 等明年你从国外回来 到时候新校舍也盖好了 也会有更多的老师 那样就有更多的孩子们有学上了 岛名们都说 这是你和雨晨哥的功劳 你刚才说 基金会的名字 叫什么来着 就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呀 叫小苏基金会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 那可能是我雨晨哥故意瞒着 没有告诉你 杜小苏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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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不还啊 这在那干嘛 过来吧 这次的新岛真美啊 小苏 我想你应该不是来看海 是想我了 对吗 别自作多情了 谁想你了 我是来散散步的 是吗 散步应该开心才对啊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谁愁眉苦脸了 就算我不开心 也是因为 因为 因为舍不得孩子们 真是舍不得孩子们 那不然呢 还舍不得谁啊 你呢 你在这儿等什么 不会是等日落吧 是啊 就是等日落 等着和喜欢的人一起 看夕阳西下 杜小苏 自从认识你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爱情是那么简单 甚至有点平凡 我想要的 就是一辈子能够像现在这样 无忧无虑地 拉着你的手 一起看新岛的日出日落 你再也不必为我做出任何牺牲 你再也不必为我做出任何牺牲 不必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 因为我会为你做出改变 你想留在上海 我陪你留在上海 想去巴黎 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以后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穿越整个世界 往你的方向去 小苏 握紧我的手 给我机会 让我照顾你 照顾你一辈子 好吗 你打算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了吗 我愿意 你打算了 你态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